原神4.3卡池如何规划 一代并一必称二不称 4.3上半卡池是纳维亚和神李明华 下半卡池是雷神与萧光 下面让我们来分析 第一 纳维亚 原神大有想通过纳维亚 改变目前沿袭的尴尬境地 纳维亚不需要传统四言或者三言配对 纳维亚拥有特殊的弹片机制 那个纳维亚将 捷径反应产生的晶片 进而储存一枚弹片 纳维亚随后释放战绩 就会删号全部弹片 造成一次巨额的炎元素伤害 弹片越多伤害越高 纳维亚大招释放则是 简性性地对附近的敌人发动炮击 有一种拿破轮指挥炮击的劲势感 但强动未知的情况下 建议上线之后决定再抽 第二 神力灵华 早年兵系3C之一 有动队的核心 但说实话如今的版本之下 神力灵华 双命 如果勇动队或者神鹤外星只差灵华一人可抽 其他情况可留着原始抽雷神 第三 雷电将军 到期的人全卡 没有雷神 不敢说完元神 培养成本第一把鱼叉就可以 能当主戏 也能当辅助 鱼草神和水神也能组成不错的配队 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快速提高蒙星练度 雷神国家队还能杀穿深渊 雷神带着三个四星角色培养成本基地 因此雷神是蒙星必抽的角色 第四 肖宫 如果选元神角色做女友 最喜欢就是肖宫 活泼开朗热情善良 但就角色强度肖宫有比较大的局限性 不适合对群适合对待 但配队需要一个盾 一个挂水角色 而且与水神 草神所不成强力配队 也不如胡桃和林妮输出来的直接 原始少的玩家建议不抽 以上言论言之党除外